字幕君 阿傑王DIY日記 孩子說呢,他的ZenBone 7突然變成磚頭 就說用了用變成磚頭 就有東西粿粿,看可會發揮他的殘質 這個要送修有點雞肋 我們來啟動自學課程吧 我們先買工具來玩玩看 先丟一台賊法 工芋扇吉士必先利息器 這些都是從黑水溝飄過來的 不要笑啦 這個台灣應該也是沒有商家在住 阿這個是磁性窒息盤 這個是給CPU和記憶體直吸定位用的 現在這個是直吸用的鋼網 鋼網有兩塊,分別是CPU跟記憶體 其實今天買這個阿,主要是想要試試看 有沒有機會成功 雖然機率很小,但就是想玩 哈哈哈哈 但是很奇怪耶 那個不專業攝影師都沒有制止我 嘿嘿 這個阿,業內有一句話叫做 一看就會,一做就廢 阿其實講的就是我這一種人 哈哈哈哈 現在這個是整理CPU的夾具 這底座也是磁性的 有這個用起來應該還不錯齁 我剛剛有沒有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會失敗 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失敗的話 現在可以換另外一部影片看看 現在這個是維修用的鏟刀 它有很多種刀片 是不是每一種刀片都有它的精妙之處呢 這個我目前還沒有辦法體會 跟你一樣我都還沒有入門啊 不過我有一個朋友 每次都要問我手機維修的事情 阿這其實沒有這麼單純啦 但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講 好,所以呢 為了慎重其事 我先從另外一個朋友那邊呢 吊了一台ZenFone 2過來 阿這台不是器官捐贈者喔 他是直接被判死刑好不好 阿什麼叫被判死刑啊 我們一定要把它講得這麼明白嗎 就把這裡當作是一個手機的教學醫院 這樣你懂了齁 喔海賊王那個音樂不要亂配啦 好啦我們先把這個手機上面的晶片覆蓋打開來 這個覆蓋啊我們用熱風槍慢慢吹是可以吹開來的 阿這個我研究很久了咧 你看喔這邊有三塊晶片 應該是一個CPU記憶體加上一個電工 但是這個有多困難呢 我們先把它拆了再說吧 這個應該是CPU齁 其實我沒有研究了 先鏟下來再說 其實有一點怕怕的 欸滑進去了喔 阿拿下來了啦 好了啦不要再放音樂啦 沒那麼簡單好不好 我們先把這個電路板上面的錫清一清 我覺得要這一次買的這個吸錫線 感覺品質還不錯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等一下吸完之後啊 上面的這個錫油要把它清掉 還有本來這個應該是要用顯微鏡的 可是顯微鏡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功率太高了 根本就看不清楚 現在這一塊應該是它的記憶體吧 其實現在沒有特別要學什麼 就是想辦法先把這些晶片拿下來而已 OK拆下來了 這台ZenFone 2的CPU成功被拆下來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這台ZenFone 7吧 其實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我自己意想天開啊 這一次我好像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嗯...依照慣例先把背板打開吧 開這個部分呢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困難了 現在這一台我沒有做太多的研究 整個感覺起來它好像就是死路一條了 目前它的狀況呢是翻轉鏡頭的馬達已經故障了 目前它沒有辦法開機了 那我的判斷可能是CPU虛焊的狀況 這個原廠一定叫你換主板了 但是換主板一萬多塊乾脆就換一台新手機好了 現在這個是事後回想啦 當初應該也不用這麼急著就把CPU拿下來 其實我們還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檢查 應該是這樣 但現在講這些都已經太遲了 反正當初就急著拆一拆吧 來我們先把主板拿下來 其實不管今天怎麼樣 我希望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去修手機的主板 現在手機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CPU跟它的記憶體是綁在一起的 兩個只要有一個壞的話就沒有救了 除非我們去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有找到好的CPU跟記憶體 然後做斑板的動作 當然這需要很高深的技術囉 我們先把這個散熱的銅片拿下來 我們現在把這個CPU的外蓋 也就是記憶體拆下來 這個是我生平第二次操作的 剛剛已經把這個CPU拆了 剛剛已經把這個FOR2拆了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應該要多去練習 拆板跟執行 來這邊慢慢加熱 我們把它的上蓋 也就是記憶體拆下來 好記憶體順利拿下來 現在我們來拆CPU 現在我們來拆CPU 一樣慢慢來給它加熱 然後把它鏟起來 接著我們把主板上面的錫呢 先把它吸乾淨 先把它吸乾淨 接著把這個吸油呢 清一清 其實這上面可能會有一些黑膠 把它清乾淨 CPU上蓋清一清 有時候上面會有一些氧化的黑點 一樣把它清乾淨 這時候要用我們的刮刀來刮一下 好同樣的動作 我們對CPU來操作一次 清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直錫囉 我現在先做的是記憶體這一塊 現在這個直錫台它是有磁性的 所以操作上是對新手比較友善 今天這個都是我自己亂摸手的 來我們現在把這個晶片拿起來 其實這個看起來是OK的 但是我的顯微鏡拍攝的部分 還有一點問題要克服 我們現在來幫CPU直錫 多出來的部分先給它清一下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熱風槍來加熱 吹完之後呢就可以拿下來了 吹完之後呢就可以拿下來了 接下來我們把CPU種回去吧 先給它對好味 接著呢用熱風槍加熱 吹到差不多定位之後呢 稍微測試一下 好像可以喔 然後裝上它的上蓋 也就是記憶體 一樣慢慢加熱大概40秒左右 推一下應該沒有問題了喔 沒有問題都是我自己在亂講的 來現在把這個護蓋裝上去 接著我們回裝主機板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發現 它依舊還是一塊磚頭 阿今天我們就當作工具開箱就好了 下次我會繼續練習手機的維修啦 感謝您的收看 多是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張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請問你